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工智慧AI伺器及高阶运算解决方案之需求 常伴随着科技进展而改变 客户对于供应商技术创新之研发能力 产品品质之稳定性 准时交付产品的能力 及相关售后服务之及时性等要求与日俱增 厂商未能与各方面配合客户之需求 可能造成客户合作关系发生变化 将面临客户流失 订单减少之风险 此外 由于产业成长潜力备受看好 愿意投入经营者胜多 客制化市场也有许多中小型企业活摇 其中市场竞争态势升高 二 营运风险 汇率变动风险 本公司主要销售区域为欧美及中国 交易币别多彩美元及人民币交易 进货也以美金及人民币为主要交易币别 在外币应收付款项互相冲底后 将造成外币净资产部位 亦因外币的汇率大幅波动 造成汇兑的损益 二 上有原物料供货数量与价格的波动风险 本公司主要营运业务为 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 高密度伺服器和存储 液冷整机柜 以及其他企业伺服器 硬体解决方案之生产 销售以及研发 主要原物料多系像 Intel AMD 以及Samsung等品牌大厂采购 包含CPU GPU 芯片组 硬碟及记忆体等应用解决方案 所需之硬体设备机零组件 且占生产的成本比重重大 然供货数量及价格波动 涉及成因复杂 包括了供应商 且求产能配置 供应链 通膨 以及各家品牌大厂 对盈利的追求等 且制成越先进的处理器 显示卡值涨幅明度越明显 少数品牌大厂也较缺乏一家空间 成本的上涨 可能进而对企业获利产生风险 三 专业人才招募不易及流失风险 就高阶运算资料数据中心之客制化服务 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产业而言 良好的基础能力与专业服务 是公司发展的要件 故专业人才之稀缺及产业竞争 可能使公司育有招募不易 及衍生人才流失风险 四 中国人力成本上升 中国自2008年起实行劳动合同法 对劳工之休假薪资 加班费 资险费底等 社保提拨等员工权益兼明文规定 使中国劳工成本上升 又自2011年来 中国政府更是调升最低工资标准 以使企业薪资负担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成长 平均生育率逐渐下降 低廉的劳工将成过往 高资上涨将成为长期趋势 有鉴于本公司于中国设有研发 销售 生产子公司 中国人力成本上升可能影响公司整体获利能力 三 其他重要奉献 请详见公开说明书之说明 四 补充揭楼事项 特别记载事项已结 一 最近三年度即申请年度第一季业绩变化合理性之评估 二 主要产品之关键零组件 列于美国禁止出口至中国之清单 对财务业务之影响及因应措施 五 公司治理及企业社会责任 本公司 公司治理及企业社会责任 均依据主管机关制定之相关法令执行 相关说明请各位投资先进 参阅资料袋当中的补充说明书 二 其他详尽揭露说明 请各位参阅资料袋当中的补充说明书 请参阅公开资讯观测站 本公司现今增资发行新股双报用之公开说明书稿本 MX KY 爱马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前业绩发表会正式开始 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各位贵宾在板王之中抽空令令 首先先为各位贵宾介绍今天的与会嘉宾 首先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主办承销商 中国信托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嘉欣 林总经理 欢迎 以及资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张志安会计师 台湾证券交易所 上市二部 袁振华经理 中国信托综合证券 投资银行业务部 曾佩琪部长 投资银行辅导部 杨修豪部长 建业法律事务所 洪绍恒主持律师 以及张家荣律师 欢迎您 欢迎 此外今天有非常多的贵宾一同参与今天的盛会 再次感谢各位的莉玲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介绍到 MXKY爱马斯科技的经营团队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到的是 妮小金董事长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到的是 妮小金董事务主持 尼奇列 风控长 魏婉倩 财务长 以及技术长 Dr.Renee Maier 欢迎 曹博扬业务副总 主办券商影研 在此我们首先有请到主办承销商 中国信托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嘉欣总经理为我们影研并且揭开序幕 让我们掌声欢迎 MX 尼董事长 风控长 然后财务长及带领的经营团队 还有台湾证件教育所 我们的原经理 然后罗组长 还有张专员 以及资程会计师事务所张会计师 各位来宾 各位投资前进及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恭贺MS即将成为股票上市公司 MS已经成立了快40年了 那它长期是耕耘在美国 在美国矽谷累积相当的企业知名度 及它的经营成果 目前在美国 爱尔兰 台湾 中国及香港 都设有营运据点 MS的三大产品线分为 人工智慧高销囊运算 高密度伺服器 弊能整机柜解决方案 在投资市场它有三项优势 第一个 未来十年 我想运算力一定是科技发展的主軸 那硬体一定是重中之重 那也是MS在这边不仅是耕耘 而且它是全面性的做耕耘 而且非常的深厚 那预算力也是未来国力的延伸 也是各国必相争相发展的方向 那第二部分是本波运算力的爆发点 就是美国 MS在美国已经有40年了 它更能掌握第一手的产业讯息脉动 也力气能够跟上 那第三个是MS在上游的晶片业者 和下游的新创公司 都是长期的合作伙伴 相信他们不仅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完成产品的设计 而且能够顺利取得晶片 顺利量产 那中国信托跟MS已经相处五年了 那在董事长跟风控层的带领下 我们对他们非常的了解 他们不仅是诚实 而且低调 务实而且可靠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MS能够选择 中信托当伙伴 也能够让我们担任主办券商 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合作 未来能够长长久久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能够乐意的来推荐 我们这么优质的企业 给各位投资先进 最后我想最近市场比较低迷 那宅业比较多 那事实上就是在低迷的时候做功课 行情走多的时候才能成为市场赢家 各位投资先进 今天能够那么认真地来参加MS的上市发表会 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取得市场先机 也预祝MS上市发表会圆满成功 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投资顺利财源广进 谢谢大家 谢谢林佳鑫总经理我们带着引言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IMX KY 爱马斯科技创办人 暨风控长宁吉列创办人 上台我们致辞掌声有请 台湾证券教育所长官袁振华经理 中信证券林嘉欣总经理 曾佩奇副总经理 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张志安会计师 各位董监事代表及各位投资先进 与现场的贵宾大家好 我是尼吉列 是AMAS的原始创办人之一 本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AMAS所有同仁 感谢与欢迎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 抽空来参加今日的盛会 我本人是男一中毕业 大学时就读台大土木系 之后到美国就读研究所 我们公司的主要股东都和我一样 都是在台湾受教育长大 然后到美国念研究所 都是吃台湾的米长大的 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 只有爱只有感恩 我们非常感谢在证交所的鼓励 中信证券的协助之下 能够将AMAS在美国40年经验 所产生的成果带回台湾 与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倪创办人 我们带来的分享 AI人工智慧 点亮了新一代的科技前景 企业快速利用巨量资料分析 展开机器学习 指向最佳决策 智慧制造及工业自动化的迈进 让生活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如同AMAS的创新思维 都是为了与客户 共同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AMAS致力于提供IT架构设计 以及客制化解决方案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 高效能运算 资讯安全 半导体 医疗保健 能源 及5G等应用领域 为全球科技业领导厂商 政府单位 和研究机构提供解决方案 AMAS致力以值得信赖的产品品质差异化拧先技术 及全方位的售后服务 强化客户忠诚度和信赖度 取得客户认同 建立起在业界的领导地位 AMAS全球总部 位于美国加州戏骨 我们在美洲 欧洲 亚洲 均有制造中心 及技术研发中心 透过全球各个服务据点 就近服务客户 以行业尖端技术的开拓 及运用 满足全球客户 各产业领域的应用需求 深获客户肯定 我们提供AI及高效能运算解决方案 高密度伺服器及存储产品 液冷整机柜等 客制化定制绿色解决方案 AMAS 拥有专位半导体行业设计的 先进易冷系统 并具有 优化人工智能独特需求之 专业架构设计能力 为欧美科技业 领导厂商 及新创独角兽企业 共同开发的重要伙伴 AMAS的竞争优势 在于技术的创新 优异的产品 成本的优势 完善的服务 并聚焦特定市场 我们倡导客户至上 重视伙伴的合作互动 AMAS 不以现有的成就为自现 我们追求企业的独特性 和价值性 特过企业的核心专长 及利他的合作精神 专注推动 世界智能化 和自动化的进展 建立ESG 永续经营的 企业成长模式 以极致计算 成就极致未来 AMAS 与您共创 美好的未来 是的 相信呢 在看完影片之后 各位都对 AMAS KY 爱马斯科技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是 公司的简报时间 我们要有请到 倪晓晶董事长 就公司的产业状况 营运成果 还有未来的展望 来为各位做说明 让我们掌声欢迎 倪董事长 有请 谢谢大家 贵宾 长官 投资法人 你们大家好 我是董事长 倪晓晶 今天真的很高兴 站在这里 可以介绍我们 AMAS公司 这个免责声明 就由你们自行参考了 今天简报大纲呢 当然从公司的介绍开始 会谈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竞争优势 然后我们的经营绩效 和市场未来 我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呢 在矽谷 已经在1984年就成立了 那我们的Kamen呢 这个控股公司呢 是去年 2022年成立的 我们的资本额呢 是新台币 3亿6千万 员工全球 全球有423人 其中研发人员呢 有75人 在北美的矽谷 欧洲的爱尔兰 在亚太的台湾和中国 都有工程研发 有生产制造 也有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中心 那集团的组织呢 刚刚说了 Kamen公司是我们挂牌的主体 但真正的营运主体呢 是在Fremont的 Amax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在它的下面呢 有六个子公司 台湾 爱尔兰 苏州 深圳 香港及上海 公司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呢 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奖杯啊 Award 那近代史呢 是跟这个人工智慧 是非常的密切的合作的 所以我就提提 2008年呢 我们是NVIDIA的最佳合作伙伴 那是他们的推荐 推荐供应商 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晋升为NVIDIA 精英伙伴 那是他们Partnership最高的level 在那一年呢 我们的团队呢 工程团队呢 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 这个气冷的技术 慢慢不能应付 这个高科技的进步 在这个热力的解决的方面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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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公司就正式投入这个液冷技术的开发 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到了这里 要进行IPO 董事会的成员呢 三位是当初的创办人 我宁晓清 我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 到了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又念了一个硕士 施科勤 他是中原大学工业工程毕业 他在Arizona有哪一个硕士 那刚才那位风控长 尼吉列也是董事 他是台大土木工程 在德州的农工大学 也土木的硕士 我们另外有两位董事 是Foxcon指派的 何国梁先生和黄怡均女士 他们也都是非常地高的学历 很有专业 另外有四位的独立董事 林优安先生 孙文雄先生 张艺雄先生和邢志强 他们分别是 要么就是会计学的博士 是江州大学的教授 那孙先生他以前是交通银行的董事 其他两位都是在IT界里面 做过高阶层的管理经理 所以对我们AMAS 是负有监督的责任的 主要的经营阶层 除了我之外 这里我们到场的 有我们的财务长 魏婉倩 他是台大商学系 会计组毕业 到了Berkeley又得到MBA 还是Berkeley会计博士研究生 同时他是我们加州的会计师 另外 另外营运长 他的背景是管理信息系统 我们的执行长 美国子公司的执行长 施克勤先生 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创办人和董事 他是管理全球的营运 我们的风控长 尼先生 尼吉列 台大土木工程毕业 德州农工大学的硕士 他是专管我们风险的管理和处理 他是要make sure 我们的人力财务资源 是做最好的分配 技术长Dr.Renee Meyer 他是德国大学的电子工程的博士 到了美国Stanford大学 是材料科学的博士后 Postdoctor的研究 也曾经在美国Stanford大学 做过客座教授 另外 我们的企业发展副总 曹伯扬先生 他是Illinois大学Champaign MBA 然后我们中国公司的总经理是陈延龄 他是Columbia大学的工程管理硕士 那我们下面要提到我们的主要产品 和我们的竞争优势 那在我谈产品之前呢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们问题 到底AMS是做什么 在供应链中间 你们是办什么角色 我们不是上游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我们也不是下游的终端客户 我们在中游 但是我们也不是一般 那个OEM ODM的组装厂 我们AMS是品牌厂 系统整合油 是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 我们真正为我们客户带来的是 软硬硬体系统整合的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We are a total solution provider 那解决方案 我们用什么核心竞争力去来解决方案呢 那解决什么方案呢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的工程能力 我们的customer 他们有技术上的困难 他们有很多要求 比如说对computing多快的要求 对network 整个网络的设计的要求 对他们software的application的要求 当我们公司的团队了解了 我们会整合我们所有领域的工程力 比如说电机 电子 机械 热血 液冷 还有这个storage 存储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我们会跟我们的customer来讨论 来帮他们architect 然后设计 然后验证来部署 所以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呢 是非常深度地涉足到人工智慧的应用 我们当然也应用我们自行开发的液冷技术 我们也设计工业安全电路 我们安全规范的测试和认证 也是我们的能力之一 当然客制化机械 机箱 热力 电路设计 都在我们的engineer 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你看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人工 这个AI的解决方案中间 每一个方案呢 它需要的工程能力是不一样的 有的需要液冷 有的需要气冷 有的需要很大的存储 有的不需要 那客制化的设计呢 也是看每一个案子的不同 我们来决定市场没有的 我们就要客制化 那安全规范呢 那几乎是很多都是要求的 所以往下走 就是我再来继续解释 譬如说人工智慧的运用 自动驾驶 我们有案子呢 是那种自动大巴士的驾驶 也有呢驾驶训练 就训练那个实验车 它到外面呢去呢 要收集很多资料 什么时候该停 什么时候还有多快要停下来 那为了有这样的computing这个unit呢 我们要去跟他们讨论 它的size 它的驾驶 它有多少位置是给计算机放进去 它的热力的热能的结果 是太热了呢 还有需不需要静音呢 我们都要去研究它 那它的水路怎么设计呢 才能配合我们的液冷技术呢 我们的工程师都要去计算的 OK 所以这方面的投入 我们是相当多的案子 在这方面 至于农业呢 譬如说野草啊 辨识野草 那医疗的应用那更多了 细胞分析啦 这个基因研究啦 这个图像的分析啦 讲到零售呢 这方面的应用呢 就是无人的retail store 商店 从进到出全部是电脑控制的 OK 这个趋向也越来越多 在美国 在台湾我们都有看到这种零售 就是无人的零售店 至于智慧体育呢 AI体育呢 我们AMAS公司呢 几乎很多人 几乎每个人 都是篮球的球迷 我们有个金山勇士队 所以呢 我们也跟一些那个 我们的customer去配合 做出一些人工智慧来应用 人工智慧的computer 那AI干嘛呢 就在体育的现场 收集所有球员各式的资料 三分球有多少 二分球多少 rebound多少 那个犯规多少 所以这个资料都是完全 real time的收集的 那至于在人工智慧研究方面呢 我们当然跟国防啊 跟这个学校啦 跟research center啦 我们都有很多合作的这些方案 那同时在讲到呢 我们今天讲到 我们另外一个案子 是高密度伺服器啊 高性能纯属的解决方案 这个运用在哪里呢 现在越来越夯 就是CHAT GPT带来的这整个 这个发展的趋势 这个CHAT 自从有这个CHAT GPT以后呢 很多startup公司 software公司 都投入这个大语言 模型的这个发展 right 譬如说我们最近一个很大的案子 是欧洲的 这家公司呢 它就是做语音语调的模仿 那它对我们的要求说 不但是要高运算 高密度 right 它说我们的储存 因为我们要做很多资料 做machine learning training inference 我们需要很大的资料 你的存储 必须是非常高性能的 加上 这个机器要放哪里 Data Center 还是放他们自己 on print 就是他们自己的 office里面 场地里面 还是要放到co-location 那边的network 又怎么跟它的这套机器的network 来配合 逻辑怎么排列 怎么样去connect right 那software 他们的software当然是特殊的咯 那software要怎么样去make sure 我们这个机器是跟它compatible 要怎么样tune 让它software有最好的表现 所以这些全部的工程能力 要集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会推出一个很好的方案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供给他们做应用 那我下面呢 要提到我们一个明星产品 是有跟夜冷有关系 那我就先提一提说 我们的夜冷技术的开发 大致在哪些方面 那夜冷技术也不是新的啦 在以前就有gaming gaming就用了很多夜冷的技术 但是在这个企业server方面呢 还在机会方面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 有些CPU的运用 外面市场标准产品没有冷板 我们的团队就会去设计那个冷板 GPU如果没有冷板 可以跟它运用变成夜冷 我们也会去设计这个冷板 然后让它变成夜冷的 整个规划中的一部分 主机格式当然 那另外模拟开发 AMAS是有software team的 我们的软体的team呢 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些testing啊 做这些模拟开发的software 来自己facilitate 就是让我们的工程可以检验 我们的软体是否合格 是否快 是否符合这个quality的要求 那我们夜冷产品线呢 从edge边缘端到workstation工作站 到server到整个机柜这一系列 我们都有solution给我们的customer 那我们现在就要提到 我们的明星产品 这个产品呢 花了很多年来研究开发 是专门为半导体企业开发的 这个半导体的企业它本身 本来自己是在内部自己做开发 后来发觉 当然有一些challenge 有一些挑战 它最后就找到我们 Amax 它对我们的工程队说呢 它有四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一定是高密度 高性能 要快要好 还要密度 还要密度 第二个 它说呢 这个机器呢 一定要符合green environment 不准有热气出来 第三 这个机器是放在fab里面用的 旁边有很多工作人员 它说噪音不可以高过一个标准 来影响我们员工的健康 第四 这个机器是大部分都运用在 台湾的晶圆制造 台湾现在是晶圆 是世界第一了 大家都知道是谁 那既然到了台湾来 台湾有个很大的concern 台湾随时会有地震 所以它说你这个这么大的机器 你必须防震 所以基于这些要求呢 我们engineer呢 用的是双循环冷却系统 是保证100%的散热 第二个呢 我们的噪音的控制 低于75dB 其实已经低于70了 它是符合环境噪音管制的标准 同时我们又导入 PLC的安全电路控制 你知道用液冷最大的concern 就是漏水 所以我们用这个电路控制 来监控温度 烟雾和漏水 同时呢 我们又设计了一个 自动紧急关闭系统 就是当一detect到有漏水的现象 整套整个机柜的机器全部关闭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在里面的server 这是满足SIL3的安全等级 那我们这个机柜是完全我们内部 我们自己客制化的 它也达到了Zone 4的抗震级别 那这样带到机柜 Semiconductor的safety 安全的规格是最高的 我们也都符合 也经过所有lab test 我们是符合最高的相关标准 叫SEMIS2 那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公司当然会有专利了 那专利有些是发明 有些是实用心形 有些是外观设计 譬如说我们自己发明一个电动螺丝刀 是方便我们自己生产用的 那个是一个发明的专利 那我们有安全供电系统 安全供电箱 那个是一个实用心形的专利 而我们为这个 Semiconductor半导体 所做的这个机柜 它是外观设计的专利 那AMS做这些 这些的solution 这些project 我们到底是针对哪些客户呢 我们AMS是B2B 我们也有政府 也有university 学校是我们的客户 但是我们真正focus 还是这些enterprise 就是企业 那这些企业是做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软体开发商 还有设备制造商 等等 那这些产业的包括 我刚刚提了 人工智慧的产业 自动驾驶 驾驶 半导体 等等 我们通常呢 我们每个订单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configuration 所以我用生产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所谓的 built to order 和configure to order 我们这种高度客制化的 manufacturing 这个制造过程 可是就不代表 我们品质也是很flexible 我们的品质管理是非常严厉的 每一个订单进来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就已经设好 它的制造过程 每一步每一步 我们的这个assembler 我们的technician 都要follow 我们的QA也要verify 就是要确认 每一步都是做对的 同时我们有一个software team 它会做这种自动化测试 每一个机器 都有一个自动化的测试 去测它的整个系统 它的品质和它的运作 基本上我刚刚也提了 我们有四个据点 是生产据点 就是苏州 美国 爱尔兰 和今天台湾 还有一点 我们的生产 跟ODM那些公司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那种一站 是一个流线式的大量生产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产品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一个工作站式的 这种来生产的方式 那讲到我们竞争优势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 解决方案的技术 是领先的 领先我们同业的 我们早在2015年就开始投入 这个业人的开发 人工智慧的开发 我们解决方案的技术 非常复杂性 真的是领先于我们所有的竞争者 那我们开发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固然是内部 利用我们的工程能力 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是可以利用到 那个标准化的产品 我们也会去用 所以标准化加上我们的客制化 这样子呢可以control我们的成本 可以成本的优势 可是最重要的是缩短产品的开发期 另外我们对我们的客户 是一个全方位 end to end的一个service的态度 从概念讨论设计 产品化生产 生产售后服务 甚至帮他们去装配 帮他们去部署 这一站式的服务 这增加我们客户 对我们的黏着度和忠诚度 我们的营运模式 刚刚我们提了 也是非常有弹性的 我们呢就是 我们只要是高附加价值 不管它的量有多大 我们都只要对技术性有挑战 我们都很愿意去接 所以我们的客户呢 就从就是这种独角兽的新创公司 一直到跨国大公司 我们都有 那另外提到呢 我们公司呢 在矽谷中心 Silicon Valley 在地理上 我们是占到很多优势 第一 科技公司都在那里 所有的新技术 我们很快就是第一线知道 第一线接触 第一线受到训练 然后呢 另外呢 那个Silicon Valley呢 真是很多 很多Venture Capital 所以呢 那些所有的那些 新创公司 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群 再加上我们四十年 四十多年的经验 我们在制造管理啊 Quality 质量管理啊 营运的效率呢 我们是很有经验 我们也在业界 也获得很好的口碑 那我们现在提到 我们的经营绩效呢 这三年来呢 我们是 营运的获利能力 一直是往上成长 我们在2020年呢 这个是COVID年 这个全世界的经济 多少都受到影响 那我们毛利率呢 从10% 一直生长到 2023年的第二季 达到18.35% 我们的EPS呢 也从5块1 现在达到4块07 是2023年的上半年 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产品组合 我们的高附加 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现在占我们的 Revenue的比例 也越来越高 你看2022年 Thank you 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夜冷 整机会的解决方案 只占我们收入的3% 到了2023年的第二季 它达到了30% 我们的人工智慧 高效能的运算 解决方案呢 在2020年的时候 是36% 到了2023年的第二季 达到了47% 那对市场未来呢 我们看看Trainforce 它的报导 它AI伺服器 到了2026年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 为11.8 其实我们自己讨论过 我们认为 应该是更高的 但它的研究是认为 保守的是11.8% 那根据Polaris Market Research呢 全球夜冷资料中心 到了2030年 这个整体的产值收入 可以达到155亿 这个复合成长率 为24% 那主要驱动的因素呢 技术突破啊 你看这样AI的发展 Chart GPT 所有的技术 挥达的技术 都不断地往前冲 对不对 它会造成应用的领域 越来越广 几乎每一个产业 都会用到AI 那领域 应用的领域变广 当然就是需求量更大了 那同时呢 现在全世界都注重 都非常注重 这个绿色环境 Green Environment 和节能减碳 那我们这个 夜冷散热这个技术 也越来越被重视 那讲到我们对未来 AMAS的未来展望 第一 我们是做Solution 我们是做解决方案的公司 我们需要很多工程能力 所以我们有希望到了台湾 我们继续延览相关专业的人才 能够扩大我们的研发团队 然后再深功地继续 来增加我们对方案的开发 那开发的重点 还是会继续在 这个资料中心级别的 夜冷整合方案 和AI应用领域 这些高密度的伺服器 以及机会的方案 那策略呢 我们是台湾子公司 会成为我们下面 一个重要发展据点 现在Made in USA Made in China 两边吵个不停 对不对 那我们Made in Taiwan 我们这个 成立这个据点 我们一定会有效分散 这种风险 然后我们用台湾做据点 可以再继续扩展我们对全世界的业务 然后在AI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们要跟台湾业内的知名公司 要继续合作 其实我们跟它一直有合作的 因为刚才我有讲 有些standard标准的产品 我们也是会用的 我们要跟台湾业内的 这些大厂继续合作 大家一起来推动技术发展 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为我们AMAS的客户 可以给他们更好 更快 更稳定的产品和专业服务 那我今天简报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董事长 我们带来的分析与说明 谢谢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Q&A的时间 那如果各位贵宾 对这一次我们公司的任何疑问 都非常欢迎提醒出来 我们的经营团队 会为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同时也请您将写好提问单 交给我们现场协助的工作人员 挥手示意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以过去协助您 谢谢 是的 如果各位贵宾有任何的问题 也请您将您的手跟提问单举起来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过去协助您 谢谢 是的那么稍后呢 我们会邀请到经营团队 来为各位进行回答 谢谢 谢谢大家 你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你们问我们 Amax 为什么不在美国挂牌 跑到台湾来IPO 那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第一个 刚才我们的风控长也讲 我们三个创办人都是在南部长大的 到美国那么多年 奋斗那么多年 我们回台湾 一向就是我们的梦想和目标 我们一直很想把事业带回来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提到了 我们做的是一个solution 是一个solution provider 那我们solution provider 需要很多的技术人员的 那台湾是世界硬体的中心 晶片的中心 我们人才积极 大学也每年培养了很多很多专业人士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到了台湾 能够继续援览这些专业人士 来扩展我们的开发团队 那第三呢 我们在国外那么多年 没有跟台湾失去过联系 我们运用很多 我们也跟台湾很多知名的厂商都合作 希望这次回来 跟他们的合作 可以更密切 我们共同可以为台湾的技术发展 共同努力 谢谢 第二个问题 贵公司目前有三大产品别 未来是否考虑增加布局新的产品 或者业务类型 如果是请问是哪一些产品 这个我就请我们的业务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刚才简报的时候有提到说 我们有三个方向在推动我们的AMX 团队这个growth 提到AI AI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大 也现在全球都有在 在几乎每个行业都在找方法研究和利用这个科技 那要针对这科技的硬体的话 一定需要有越来越复杂的商人方式 所以我们AMS的业人 这方面也在drive我们的growth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40年来的这种 做生产的经验 这manufacturing expertise 特别是这high complexity high value的expertise 那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 我们会继续有新产品 然后去攻击新的行业 从行业这边的话 刚才有提到说 AI比如说 那个AI retail AI agriculture healthcare 医疗 还有telecommunications 这种edge compute方面的 我们在我们看这个全球市场的时候 有许多传统不是做IT的 现在也越来越需要 一样的高预算 高密度的解决方案 这就可以配上我们Amax的科技化 针对这些用途的 specialized customized onoptimized 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这些行业 可以配上我们Amax这些strength 第二讲到产品 我们看在行业的时候 刚才金牛提到说 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中油 我们的strength是 会看上市场 科技方面有区别的地方 我们会去开发 specialized component 来meet这些gap 我们内部叫这些gap technologies 比如说做夜冷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新的cpu gpu 针对amd nvidia intel 市场很多还没开发这些新的冷板 给夜冷用 或者要更复杂可以针对高密度的用途 所以假许事实上没有的话 我们会去设计 我们会去开发 那我们不是做冷板的公司 我们做冷板的原因 是因为 这会让我们做一个 更正确 更specialized的 完整的解决方案 是让它enable 我们的 最后的overall 的solution design 所以因为 从这个 晶片科技的TDP角色 它的thermal会越来越高 这些advanced solution 我们会继续开发 继续设计 那也有针对 sustainability the ESG这个direction 也会有 从regulatory方面的一些压力 也会 会强获 这个市场 一定要研究 比气冷 更厉害的 散热解决方案 所以 针对这些不同的 这些direction 这些pressure 我们会继续 create更多产品 来 来 drive我们的 solution development 谢谢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贵公司近年逐步 跨入半导体产业的领域 请问未来的布局 及规划为何 这我就请我们的技术长 Dr.Renaya Meyer to answer But Borg 你可能要翻译一下 Okay thank you I will answer in English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as I understood it So why is AMAX Building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at might be surprising because some of our competitors are not building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e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was how does our semiconductor roadmap look like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here for the audience of investors since Taiwan is home to the largest semiconductor foundries with the most aggressive technology notes So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a very compelling industry next to maybe AI and other industries because it's currently experience an accelerated growth and we see that the accelerated growth is further sped up by the demand on GPUs driven by AI and generative AI now if you want to build a product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n you have on the one hand side you have a challenge and on the other site you have the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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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at products have very long life cycle so once you design a product you can essentially have business for many years before you need generational refresh but on the other hand side there is a high barrier to entry to essentially build a product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the product itsel that semiconductor industry requires it products are not off the shelf products but theyre very specialized products for two reason one is you have to me semiconductor compliance and regulations jean mention that in her presentation semi S2 semi S8 and NFPA F47 and so on you have to meet like earthquake requirements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so what you need to do to build for the industry is you have to have like a ded engineering team capabilities lik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mal engineering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have significant design effort to build solution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now amex several years back we made strategic investment into RND to develop those type of technologies like advanced cooling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thermal management but also solutions for the what is it for for industrial compute right so semiconductor is very close to industrial compute and so our solution portfolio and our internal you know like knowledge base matches very well up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at allows us to build products for them so we started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duct we started selling them in 2020 and currently we have four different products of the different product lines and they're significantly or substantially contribute to our revenue toda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now what is our roadmap our semiconductor roadmap I don't want to go too much into the technical details bu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requires increased amount of compute so we'r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build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platform which will then replace our first generation and part of that is we have added the latest generation of GPU offload accelerators as part of the offerings maybe one more thing on the commercial side we just recently in Tainan Taiwan here started setting up a factory and a facility to be closer to our end customers and better serve them but also to benefit of the very technology rich ecosystem here in Taiwan and our goal is to also work closer together with local manufacturer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also other industry verticals Thank you Taiwan is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capital and the technology is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are in Taiwan 然後有就是Leading的Manufacturer和Ecosystem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看上這個Industry有三個driver 第一 因為AI現在也不只是AI 可是AI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driver 需要晶片 需要semiconductor 這個demand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這幾年來是一個非常high growth的一個Industry 好 第二 幫這個行業做產品的時候 這是有一個非常高的難度才能進入它 那Amax這邊這幾年是有拼命投資我們自己內部的capability 所以剛才他有提到engineering 就是針對機構mechanical, electrical,電源, thermal,散熱 這些不同種的specialty 我們自己有invest在Amax本身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AI growth 剛才說我們的positioning在哪裡 我們不是來做server的 我們是要做這些adapted, optimized and customized的solution 然後我們這幾年投資的capability 非常配半導體這個行業的specific requirement 好 那我們第一代的產品是我們2020年就開始shipping的 那時候就是會一樣 利用我們的knowledge來做一個非常高預算高密度的解決方案 配上我們的客製化的mechanical, thermal, electrical 讓commodic的IT equipment可以符合半導體的一個非常非常高的requirement 那我們的未來的話 我們會繼續利用我們在科技市場 把最新的GPU,下一代的CPU 把最新的GPU,下一代的CPU 也需要針對更高的requirement 特別是要進歐洲或者還是進去Fab的地方 會需要這些就是very very specialized the engineering need 所以我們會continue to做這種product development 利用了像最新的CPU和GPU 然後從一個commercial,業務上的角色的話 要針對半導體 我們也在台灣做了一個投資 我們現在正在台灣設廠 那這會讓我們跟台灣的客戶,台灣的供應商 針對半導體的可以走得更近 然後也會讓我們跟台灣的IT市場 可以更精密的合作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們看半導體 Semiconductor的這個市場的未來 我們會 這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會繼續跟它expand 謝謝 好,下面一個問題 公司今年上半年毛利率 較前年度提高的原因是什麼 是否看好明年再進一步提升 這個問題當然由我們的財務長 魏仲來解釋 好的 感謝這位投資先進的提問 今年上半年 毛利要以前增加 主要的原因還是產品組合的變化 剛才 你總也已經Present過我們的產品組合的變化 那其中比較屬於高毛利產品別 向夜冷、機櫃、半導體業的運用 佔比增加所致 那關於未來呢 我們是持穩健、樂觀看待 未來的毛利的變化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財務長所帶來的說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場收請董事長 我們再挑選一個問題 謝謝 好 這個挺好玩的 中美貿易戰延燒 美國禁止出口到中國的關鍵零組件清單 對AMAS的營運有沒有影響 有什麼影響 那麼AMAS又如何來應付它 這個我們就請我們的封控長來解釋 謝謝 謝謝這位投資先進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最近很多投資人對我們的疑問 那美國政府自2022年9月開始對高高性能的GPU發出禁令不准ship到中國大陸去 更在2022年的10月 進一步的把這個禁令 進一步的把這個禁令 寒闊了AI還有supercomputer的這些高性能晶片 那我們一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我們馬上就成立一個專責單位 定時的追蹤美國商務部的這個相關資訊 那我們的產品中呢 ship到中國大陸的產品中呢 受到最大的影響的零組件 當然就是NVIDIA的高性能GPU 那我們在中國已經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本土的supply chain system 所以呢我們很快的就用NVIDIA 向中國大陸專門設計供應的新型的機種來取代 另外我們也盡量要求跟鼓勵顧客 用沒有受到禁令影響的其他機種的 其他品牌的GPU品牌 譬如說Intel跟AMD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中國大陸受到的 這個禁令的影響是有限的 我們全球受到這個禁令的影響也是相當有限的 謝謝 是的 謝謝風空掌握我們帶來的說明跟回覆 謝謝 好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業績發表會再寫一個段落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歷領跟指導 MXKY 愛馬斯科技的這個控股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6933 將在近期上市掛牌交易 懇請各位貴賓以及投資先進多多的支持跟鼓勵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嘉賓的參與 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投資順利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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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